香港時間接近中午 你看到的時間大概11點左右 可能早一點播放,因為這個是比較早播的 早錄的 這個也是有關珍珀海鮮房 但我想講一些深入歷史的事情 因為這個激起我這個人去做這一集的原因 前部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的垃圾港師劉正 他自己的巴別特吉塔講到很不負責任的事情 我覺得日本研究是應該解僱了 但我很少講到這麼絕的 我建議大家舉報這個人的項目都不用講 但我建議日本研究是解僱的 因為在學術上他對珍寶海鮮房的研究是 你學術上失職 為什麼我講到這麼嚴重呢 他 他 劉正這樣說 其實我對什麼海鮮房完全沒有這樣 小時候根本已經知道是騙鬼佬的旅遊景點 反而沙田就是假船明星 海鮮房十年前有去吃過 那些點心質素非常不錯 不過糟糕埋什麼被垃圾吸溫 頂了來做水中天 無論如何 這次山下的新聞最大的益者 當然是黃標KOL 終於有單位給他們拍些亂神 夠催香港玩完 擺明上話說夠了 扔幾個街 但是 我都在想一件事 你作為日本研究系的人 你不知道珍寶海鮮房 跟居港日本人的關係 我覺得你可以直接解僱你的 告訴你 這個很明顯的 我覺得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 吳偉明教授要解釋這件事 為什麼你給過這樣的垃圾 進來教書 我覺得已經去到不學無術的地步 直接去不學無術 這個劉政這個人 我不管他老婆是不是警察 他這個人就是不學無術 這個肥亨 我實在說我對蕭生也有不滿 蕭生為什麼當初被這傢伙做節目 要逢振超AM730 我心想 我認識你也認識得久 我CTR也認識你 你為什麼會捧個這樣的垃圾 我現在就告訴你那條是垃圾 你看到端傳媒的報導 端傳媒的報導 標題就說 這個 珍保海鮮房告別香港 最後營運的華房 遠去的流金日彩 那時候他專門訪問了一個日本人 去送別這個珍保海鮮房 是訪問日本人 大佬 居港日本人 居港日本人Yuki 他說 他一定要說 拜拜 為什麼 因為很多居港日本人 Fail El那時候 很多都是去珍保海鮮房 如果你跟香港的日本人社區有些關係 就應該會知道這個 聯絡習慣 如果有做日本公司都知道 很多日本公司都是這樣 因為我不是現在的知識居港日本人的 我都說 我住在日本社區 連我住在德國也是住在日本社區的 某程度上 我以前住在香港的地方 我都是跟日本社區有關係的 如果你你有這個關係 你已經不 你作為日本研究 是日本研究 你居港日本人 你應該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這樣也是亂說的 但是我聽到真的發耳賺了 所以老實講 他那個研究 我們所有 對居港日本人有基本了解 都全部彈起 好了 如果你說 這些東西是學術書籍根據的 最慘的 我給一本三聯書局的標題 讀一次給大家看 三聯書局有一個書店 有一本書 舊枝彭龍 王君健寫的 就是王竹坑故事 從河谷平原道創協坊 這本書裡面 有講 珍保海鮮坊的歷史 和日本人的關係 我讀一次 那本書的第八十九頁 一九七零年代 海鮮房的海鮮多數 大多數來自香港人的漁民 最受歡迎主要有龍蝦 紅斑 林旁 龍龍腳蠟等 當時香港人的交通並不發達 海鮮房的主要客戶 大多數都是南北行 和黃竹坑工廠區的好勢 外地遊客只是佔少數 盡管如此 海鮮房經常被人金碧輝煌 和豪華壯麗的感覺 太十足 而且別具風味 甚至外國元首政要和何里活明星的水清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和影星伊利沙伯泰萊 威廉何頓等都曾經坐上客 到了1980年代 海鮮房的生意日益輕旺 每晚都是座無去席 高峰期更加一晚多達 二千多個遊客來享用家咬 當時日本經濟蓬勃 國民消費的強 海鮮房的食客 遊以日本遊客最多 喂 大佬 這本 這是coacademic的書籍 這是coacademic的 但是我已經是用三宗箱的妖宗 我已經是仆街都用三宗箱的妖宗 我就當作妖書這樣做 你明不明白為什麼 我覺得中大是請了一個有問題的人 你什麼世事都被開 你以為那個傢伙認識日本嗎 你以為 我覺得有些年輕人看劉靖的傢伙 以為他認識日本 認識動漫 認識動漫 但是他認識到賊 不是這樣的 他就不敢說誰是黃嬌 但是我就夠膽公開指名道姓 說肥亨 無神任者的巴別塔 或者巴別塔吉塔 或者劉靖 我就指名道姓 我連出的私訊都是指名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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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因為你學術術不負責 大家 你日本研究系的教職員 你講這些話 你不如撿下去 所以我會問 吳偉明你 究竟你當初為何請這個混蛋 我不想用這麼粗魯的言語 但老實說 不好意思 你如果 被居港日本人聽到這些話 我猜很大反應 你曾經居港的日本人 一定反應很大 不是這麼說話 這個完全是怎樣 對歷史無知 你才這麼說 如果你覺得一本書不夠 牛志鵬那個 不要緊 我給多一本 都是三中箱 其實香港人做歷史的書不夠 OK 我覺得其實 這些 什麼叫做 就是我覺得這些叫做 什麼叫做 本土派 我告訴你 我這些叫做 本土派 是不是 本土是這麼做的 本土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這件事太離譜了 我覺得真的 我讀多一段 我不說三中箱的書 我另一個 這個 我想這個就是 我引用一篇文章 是這個香港電影平衡學會的會員 他有一篇文章叫 《哥斯埃與珍寶海鮮坊》 6月15日 是Matters那裡出現的 OK 那個他講過 他說 他最初認識這個珍寶海鮮坊 只是《哥斯埃之世紀必殺陣》 是《平成歌斯拉》的最後一集 也是《哥斯埃之父中田》 《田中有幸》的系列作 OK 平成 你想想這個是 《平成歌斯拉》 世紀必殺陣 《哥斯拉》 《新香港》 OK 由看機場去到珍寶海鮮坊 《平成歌斯拉》 你講的是《哥斯拉》 OK 那個 你劉正作為日本研究 是你應該 知道什麼叫《哥斯拉》 你講的 90年代日本電影 你說自己是教日本牛合文化的 你知道嗎 是嗎 是不是 《平成歌斯拉》 我猜你沒有 你自己沒看過 對不對 不是《哥斯鴨》 《哥斯鴨》 《哥斯鴨》就是一隻 《哥斯鴨》 放在東京那裡 不知道怎麼辦 那是《哥斯鴨》 現在是《哥斯拉》 我已經覺得 你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中大日本不夠是 應該要直接解僱人 這個是學術失職 珍寶海鮮坊這件事 是一看一試就試到 某些人的日本知識 你這樣想 我這些 我不敢 100%保證 我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就直接 我這些東西出來 在我這個影片的描述 我會有資料 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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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大家 你可以看回這些 reference 對不對 這些reference 沒得騙人 這些 學術上的基本的東西 你想想 現在 由這件事可以看到 香港所謂的 焦土派 熱狗 那幫人是最破壞香港文化的 我告訴你 破壞香港文化 連牛志鵬都不如 你知道嗎 你不懂就怎樣 你直接收皮算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 那些熱狗是多不負責 你現在明白了大家 就是 我如果在我眼中 就是 劉政是應該解僱的 中德民大學 如果不是我就懷疑 你那個 是不是有學術腐敗 簡直是學術腐敗 我作為中大校友 而言 我用到這個 你也挺嚴重的 我告訴你 是不是在用中文大學公公 來養一個 警察的老公 然後 監視中文大學生 如果這樣 那件事很嚴重 你做什麼 你現在段順子 幫國安公司養人嗎 我不想說到這麼嚴重 但是你自己這樣 是不是 這個是一樣 這個是前半部分 這個節目 後半部分 珍寶海鮮坊就玩完了 珍寶海鮮坊是一個山寨的 有一個仿照珍寶海鮮坊建的海鮮坊 那個在哪個國家呢 荷蘭 荷蘭阿姆斯特丹 有一個叫做海洋王國的華房 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在東印度公司那裡 VOC那裡 很近VOC那裡 我就沒有去吃的 因為我覺得 老實說 阿姆斯特丹好吃的 如果我在阿姆斯特丹 其實我是比較想吃韋的東西 是事實來的 因為 在歐洲最好吃韋的東西 不是阿姆斯特丹 就是海牙的 因為那裡全部都是怎樣 住了一堆印尼華人 排華的時候 選擇去荷蘭 逃亡牛亡那一批 那他們直接留了很多 很正宗的印尼的食物 如果你說 在歐洲印尼的食物 正不正宗 我一吃就知道 你用那些香料 那些巴東牛肉 那些巴東牛肉 怎麼做 做得好不好 我們一吃就知道 阿姆斯特丹 我們一吃就知道 是那些很辣的東西 我吃不到而已 但是問你 那些合理地辣的那些 我還能吃到的 那些 但是問你 你說很多 你說那個 到今時今日的魚生歐口 你想想一個文化異象 原裝的珍寶海鮮房 沒有了 沉沒 被人搞到 珍寶海鮮房的仿製版 在阿姆斯特丹流傳 這個其實反映到什麼 倚仗 這個 香港文化 香港沒有了 香港文化會殖根於歐洲 香港文化會成為歐洲文化的一部分 這件事是最荒謬的 告訴你 當然 你在香港那些人 我覺得 這個處境 我就擔心 但是問題就是 你說香港文化會不會死 不會死 香港文化是因為 我們這些人帶了出去的 你想想 那個海鮮王國都留在這裡 其實有一點很簡單 我想你吃點心的東西就知道了 以前我不會考慮的東西 在歐洲吃任何點心 叉燒的東西 我不會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師父 可以不可以的 那些問題就是 去到 我後來 我真的 開始在德國住 有一次去阿姆斯特丹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們的中國 香港點心 是很驚豔的 很驚豔的 這次阿姆斯特丹有一個 類似唐人街的東西 就是那裡其實是 印華 印華印空 講香港語那些 族群 聚居 兩面混合 那些遊客區 都不是真的無難住的 那裡開 阿姆斯特丹那幾間 中菜 那幾間港式茶樓 用廣東話叫東西 那時候 你在歐洲有多好說廣東話 那時候還沒做YouTube 用香港語叫東西 用香港語叫東西 吃很流利的香港語 那些點心就是我小時候才吃的味道 因為現在我去到我大哥師 那些點心已經走光了 那些越做越不知所謂 那些後來 那些人跟我說 現在最好的那些中菜師傅 那些點心師傅 全部現在是溫哥華 阿姆斯特丹 或者是倫敦 甚至現在最離譜的是怎樣 喂 我在布林吃的叉燒 都好吃 當然跟歐洲的肉 那些食材很有關 食材一定是一個關鍵 那些人在布林吃叉燒 都覺得好吃 布林 是不是 布林的叉燒不差 布林有一間 不差 那間也是講香港語的 就是 你叫菜 當然他知道你說香港語 就是你知道 某種程度上你在香港長大的 他就怎樣 他都認真做事 他都 他知道你懂得吃 他知道你懂得認辯的味道 你不是傻的嗎 你不是 你這樣一下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可能最終呢 香港人發現 去到英國才是回到自己的家鄉 這件事是最荒誕的 你想想吃 最好的點心 倫敦可能比香港好吃 接著你說 珍寶海鮮糊沒有了 珍寶海鮮糊的版本還在生歐 在阿姆斯特 當然也是香港人開的 也是講香港語的人開的 好的 接著你這樣 英喬商店的人很清楚 德國英喬商店的人都知道 多數除了英國白種人本身之外 或者是印度裔人之外 最多在英喬商店 捧場英喬商店的就是香港人 為什麼呢 我們小時候吃的什麼 吉伯利朱古力 吉伯利朱古力 我們的好蠟克 好蠟克那些東西 好蠟克那些 好蠟克那些 什麼嘉遜市 王室香檢 那些是英喬商店才買的 告訴你 其實Brissey那些是挺失敗的 英國人那些東西 除了你說Sort Black 或者英國茶 就普遍是德國人收貨 但是你說其他東西 就真的是英國人自己才買 英喬商店 在買這些東西的人 除了是英國人之外 英國八種人文 就是香港人 因為那些生活習慣通的 我有時也跟郊柔那些 跟英喬商店那些 德國那些 還有British Shop那些 很多其實就是British 真的British 你一開口大家英式英語 對答 知道什麼事 你喝好蠟克那你崩蠟 沖茶沖PG茶包 香港也不是很流行的 我告訴你 PG已經是怎樣 某程度上你是在英國住過 才能以色到BG PG就是日本人很追捧 我知道日本人很追捧 但是如果真的住過英國 那些多數就是 喝Yokashiu Gold多 Yokashiu Tea或者Yokashiu Gold 有兩隻 一是紅盒 一是金盒 你想一下 你當你 看到那些交通軍 是以前香港的交通軍 那些打千秋 是以前香港的打千秋 對那些很多香港人來說 他們 所以很多人跟我說 香港 他們回到英國 反而覺得是回家 怎麼會這麼荒謬 其實珍寶海鮮放這件事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是一個 分水的原因 其實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 我猜中國人真的是監有監輸的 就是搞這些 就是怎樣 我猜有人想搞一些玄學的事情 搞壞了 結果就是監有監輸 毀滅香港文化 但是現在變成怎樣 香港文化最後是在歐洲 因為中國自己破壞了 結果 你保留香港語社群 保留香港飲食 保留香港的流行文化 等等 那些全部都在海外 不像以前 以前 我們 就是怎樣 我是南洋華人 我知道 以前南洋華人 還有很多文化習慣上 是看著中國的 香港人不是這樣 香港人有自我創造能力 我不會看中國的頭 你回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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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國人 你回去吃 你回去吃 你香港TVB做什麼 不與我無關 我們做自己的節目 這就是可能最終的結果 因為聚職的人才多 我為什麼要看香港 已經被中共化的 神經病 整個時代不同 所以你說增保海鮮豐這件事 當你發現 就是增保海鮮豐的 那個 諷製的品 在荷間山 如果你要看荷間版 你自己想想什麼 當然 跟荷間版 我相信和香港版 仍然相處是很遠的 但不要緊 我猜可能 日後有人 走去做一個 這個倫敦泰吳士河版本 或者可能日後整個柏林版本有什麼奇怪的 一定有人吃的,一定有得做的 你找好的中式師傅 甚至你可能在歐洲建立一個 所謂的香港式點心的 歐斯比的教育 即是日常訓練的機制 不要再像現在那種 好像做了一種一門藝術這樣做的話 沒問題的 很多人吃得起的 你現在香港的A貨 結果原本留在香港也會變成A貨 這個就是真正的 所以我說這件事是意義的 在文化研究上絕對是意義的 當然我上一節講一個 一個玄學的角度也會講 你知道我看東西我什麼都會看 但是你問我 剛才我頭半節我講的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學術指控 我會考慮寫文字版 留有紀錄 然後我就真的 我希望不詭明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當初請牛證 你現在是請了一個不負責任 而且不認識香港 入在港日本人社區的一個這樣的垃圾甲職員 我看到也看不到也不敢亂說 當然 如果你看到亂說的話 我都會動手的 這些學術壓榨是要清理的 整個日本研究 現在日本研究是變成烏煙漿器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我真的不明白 好了 我這一節講到現在到了 今晚 我一節就 我會預獄的 我會祖獄的 我會講BNO 好 因為肥胖本書那裡引起我對BNO的討論 我就先講到這裡 我現在